接下来车厂的这位小伙说了 他为了能够拥有 现在这样一个完美的脸 他已经花了 老王你猜多少钱 200 兜里钱少按块来算 他最大力度 使使劲也能摆 你再往上升一波 220 行了 我跟他说了 花了20万 后面都有起哄了 这小伙是不是能弃场走 我没上场的 全场护抹 花了20万 我觉得接下来 大家都不用替代别的 就看这小伙出来 所有的眼光 全都看到他的脸 20万的脸 来 掌声有请 小伙出场 全场赚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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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般的下午柔道 把路的黑味摘到我的墙 风味着的柔道 大家好 我是来自延期的封明泽 今年26岁 我的爱情宣言是 爱美不是女人的专利 整形效果依然帅气 谢谢大家 你出场之前听到大家的 特殊的回应了吗 我听到了 你想跟现场观众说点什么 看我这张脸值20万吗 有直的有不直的 后面大哥说直的时候 就要掐大腿直 我看这底子 我觉得你原来不会丑的 对吧 应该长得也不错 燕子姐可以这样 稍后短片的里面 会有我以前的照片 可以看一下 真的 对对对 就你能把以前的照片 亮出来给大家看 对我觉得整形 对于我来说 我既然敢整 我就敢把它拿出来 让大家看到我以前是什么样子 哎呦好啊 好来看一下选一中人 好来看一下这个小伙 第一个短片里面就有你之前的照片吗 对 好期待 小伙说短片当中 有他没有整形之前的样子 好一起来看两天 哈喽大家好 我是封明泽 大家看得出来 我和六年前的变化了吗 其实呢 我是做了整形的 我的下巴呢 是硅胶甲体的 我的鼻子呢 是肋骨 是从身上取一块肋骨了之后 直接放在了鼻尖这个位置上 很多人是理解不了整形的 但是我的人生 自从做完整形之后 就像开了挂一样 因为我对整形这方面特别了解 所以我成为了整形医院的企划经理 月收入六千左右 周末时候 我还可以靠着精致的脸出去做活动 当主持人赚外快 现在我在演技有两套房 一台车 整形除了影响我的工作 还影响了我的生活 在以前 我不是很注重自己的形象 但现在 我对穿着特别讲究 也比较注重自己个的形象 会根据不同的场所来更换服装 我平时喜欢做菜 看这是我做的猪蹄 味道相当好吃了 如果你喜欢的话 我以后每天都可以给你做 那你是那个幸运的姑娘吗 大家好 王阳 首先帅哥就是你挺有勇气的 因为我也这样是的 我来之前呢 我也给放那个视频里边 也放过我就没整形的照片 我看你那个下边做的是甲铁 对 你做的甲铁我感觉做的挺成功 他这个你不说整了 谁也不知道挺好看的 所以我具体 下边甲铁是 下边甲铁是硅胶的 就塞了一个硅胶的甲铁 对 你这个鼻子呢 鼻子的话 鼻小柱这个位置是肋骨 对 然后上面的话是甲铁 我特别想问这个肋骨怎么跑到鼻子上这了 我这个整的肋骨鼻是在肋骨这位置 先找到一个比较适合的肋软骨 然后把它切取下来了之后 放在鼻小柱的这个位置上 对 然后这样的话会显得整个鼻子是比较坚挺 帅哥 帅哥 帅哥你不能跟王哥说王哥没有钱 你说了那听说都没有钱 我现在发现除了没有钱之外 王哥还没有胆 我这一听这二十万还是取自己的肋骨 然后填到鼻子上了 是一共花了 但鼻子的话只是一小部分